把人家当傻瓜 自己才是最傻的人 过去很多人之所以被别人骂傻瓜 就是因为他永远把别人当傻瓜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对娶回来的老婆不当回事 不好好沟通 那天他觉悟了 一旦遇到一个比你更好的男人 他就跟着跑了 这就是渊渊相报 师父还说 因为你对他不够关心 否则他怎么会跑掉的 这种事情怪老婆干嘛 怪自己不够用心吧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念经喜愿放生 让我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 助力我考上教师编制 我从2015年大学毕业 开始考教师编制 但是一直到2019年 我都与编制无缘 就在我灰心丧气之时 妈妈告诉我不要灰心 让我边念经边放生边备考 2020年 我宅在家里看书念经 妈妈也帮着我一起念小房子 后来我们室里开始招考了 五月份我就报了名 但是因为胆结石 我不得不住院做手术 菩萨保佑 我住的病房的床位是靠窗的 所以不影响我继续看书 但是第一次手术结石并没有取出来 医生说需要插一根管子 先书张开 然后再做一次手术 才能把结石取出来 六月份我参加了比试 参加完比试之后 我去做了第二次手术 终于把结石取出来了 而且状态非常好 2020年6月18日 出比试成绩 招九个人 一比二进面试 我第九名 我进面试了 那时候我心情特别激动 真的很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但是因为刚做完手术 所以我内心又很忐忑 而且大家的比试成绩相差不大 妈妈告诉我 不要怕 让我继续念经 许愿放生 就这样 在准备面试的期间 我时刻也没有松懈 期间 我还做梦梦见 要放生一千条鱼 2020年7月5日 我参加了面试 抽签 我抽到了第一个 面试结束后 我一路上都念准题神咒 然后回家之后 就跟着爸爸妈妈 一起去放生 下午大概五点出的成绩 我面试过了 综合成绩排名第三 那年刚好是前三名 能够直接进城里的学校 真的是很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之后就是我特别担心的体检 因为刚做完手术 尿检肯定是过不了的 而一周之后就是体检了 幸运的是 负责的体检老师跟我说 你先把身体看好 到时候再来补一个尿检 就可以了 所以之后 我又开始许愿念小房子 放生 终于在八月份 我去补做了尿检 结果通过了 我终于结束了五年的考编生涯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我通过许愿 放生 念经这三大法宝 考入了教师队伍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各位师兄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以我的经历 劝告师兄们以我为戒 做好忍辱 修心路上如履夺兵 种下的恶因 都会自己尝受果报 到时候后悔完疑 今年的我犯太岁 但是在前不久前 和先生发生矛盾 先生造口业 让我更加生气 我也骂了他 身口意都有了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 虽然事后我念了 李佛大忏悔文忏悔 但是在这几天 我已开始受报了 重感冒 发烧 浑身疼 嗓子到了晚上 像刀割一样 吞口水都疼 我知道我是被惩罚了 念经也没有办法念 大多时间在昏睡 痛苦不已 连续几晚 嗓子半夜疼醒 难以入眠 吃药都没有用 结果还是靠五大法宝化解 才逐渐好转 由于我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 没法念经 就刷起了视频 连续有三四天的时间 小房子念得很少 于是在今天晚上 我就梦见了很多手表 还有一些可怕的灵性 以我以前的经验 每次梦见手表后 都有很糟糕的事情发生 就赶紧许愿化解 我向观世音菩萨妈妈忏悔 自己修得不好 忍辱太差 导致了一系列的恶果 也希望师兄们以我为戒 好好修心改毛病 忍辱真的很重要 精进容易忍辱难 但是忍辱一下 我们就不会有一系列恶果的发生 而且也不要再刷视频 刷多了 功德漏了 灾难就来了 还会让自己变得贪图享乐 心生懈怠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念准题神咒 只花了几百元 就解决了车子故障 并捡回了丢失的钥匙 今早弟弟去开车 发现车子发动不了 修车师傅排查故障时 告诉我们 其中一种故障修理费 需要花费一万元以上 并且只有事理才能修得好 还有一种故障 修理费只需几百元就能解决 我随即帮弟弟念准题神咒 才念了几十遍 弟弟就告诉我 车子修好了 并且是几百元就解决了问题 没过几分钟 弟弟跟我说 他回到家 发现车钥匙不见了 原来修车师傅在修理车子的过程中 把钥匙放在了车顶上 由于车顶是光滑的 车钥匙已滑落在回家的路上 我又开始念准题神咒 祈求能找到钥匙 我骑电瓶车经过弟弟回家的路 边骑边找 终于在路上找到了钥匙 弟弟都很惊讶 这么小一把钥匙都能被我找到 修行心灵法门以来 这样的灵验事件不在少数 希望这段分享 能让更多有缘众生 相信佛法 早日离苦得乐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分享一件小事 我跟丈夫打算买车 平时没事开网约车 首先需要办理证件 因为各种原因 办理处不确定什么时候才可以办理 丈夫有些着急 我心里比较坦然 当时就跟菩萨许愿 108遍的准题神咒 跟108遍解节咒 保佑我们办理证件 顺利办理下来 之后会在博客分享 转天早上 我丈夫就接到了办事处的电话 通知我们过几天就可以办理 真的太感恩菩萨慈悲保佑我们 然后在买车过程中 第一家4S店在商讨价格方面不太合适 其实我们已去过这家店看过几次 当时就打算在这家买了 没想到价格没谈拢 我们就随便找了附近的一家 没想到谈论价格的过程非常顺利 基本上都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比第一家将近便宜了一万多元 而且当时就有新车 不用等待很长时间 别的人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月 而且价格也没有我们的合适 真的太感恩菩萨慈悲保佑我们了 我在买车之前 心里默默地跟菩萨祈求 保佑我们买车顺利 只是这一个短暂的想法 真的太感恩菩萨 时时刻刻都在保佑着我们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 殷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现在时代在变化 营销也在不断地创新 台长讲一个笑话 大家知道 现在有叫汽车开过来了 有人假装躺在前面 那叫什么 碰瓷 对不对啊 有一辆宝马车 正在拐弯 突然一位大妈 在车旁倒下来了 司机吓得脸刷白 有边上一个小姑娘 看见这一幕 义愤填膺啊 冲过去冲着那个老妈妈说 掏出一百元 往这个大妈前面一扔 大妈 你不要再装了 你钱掉了 这个大妈 啪地爬起来 拿着钱就走掉了 司机 看见大妈的背景 背影啊 感动地对小姑娘说 哎呀 小妹妹真亏有你了 真的不知道感谢你了 口中掏出五百元 硬塞给了这个小女孩 看着远去的宝马 小姑娘掏出手机 喂奶奶 下一个路口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我们现在的人 于吃在 碰到问题 总是先怪别人不好 总是从别人身上找问题 其实 问题都在自己身上 应该先把自己的问题找到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